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監察院不要逼着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来解决目前在拉瓦克土地的问题 要把拉瓦克所有的民众赶走 然后只为了要做绿美化的工程 我们知道拉瓦克的部落其实在民国四十年到现在 我们可以试想想民国四十年这个地方的都市计划都还没有成行 但是一路的都市计划在做的同时 也从来没有想过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安置这些原民的朋友 三月二十号之前他们必须要自行拆除 三月二十号之后我们已经接到讯息 高雄市政府要进行强拆的动作 高雄市政府即将在三月二十号之后要进行强拆的动作 像这样子目前虽然高雄市政府已经做了安置动作 但是呢目前还有一半以上的人目前还住在这里面 所以我很想问问看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我手上有一份是最近这上个礼拜 曾华德委员所提出来给总统府的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第五次委员会提案 上个礼拜才刚提而已 高雄市政府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份内容里面所提到的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能做的事有什么 能做的事有什么 你告诉我 我只要不走 除非你们从我身边长过去 我们原住民海湾族的人很含蓄 不敢说 心里每天都过着怎么办怎么办的日子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贡献了在台湾 我们做我13岁就出来工作 我们有什么错 住在那里 请告诉我 我不知道啥 我不懂 你们在我住哪里 乘机自身 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 看看我们那边 请你过来 每一次 周波五路 大关经过的时候 为什么不得意看看我们 有多少的人看我们看不起 看到我们就举办 为何 为何 为何我们排华组织不是人吗 我们比刘烂哥还不如啊 所以说 学长说的委会员工程说 你会把所有的各个局势来去召集他们 然后把这个事情去讨论 可是你一直到现在 最后的主意册链 你们是把我们这些原住民 有29部的原住民 这些以后他们家来要做什么 要在哪里 为什么 我们常常讲 给他们安置在那边 让他们成为 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穿山圈 让他们成为 有一个亮点 让他们成为 在都市里面 有一个生存权 让在都市里面 变成是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 你只要这一张公文 他们每个人都人心往往 他们其次的公文叫他们拆迁 请何以看啊 市长 我们的圆明会 包括我们也有请宗教牧师 在这个中间 能够进行更好的沟通协调 然后让拉瓦克 除了在台电的五甲的台电处政 那我们有一个家族不愿意 那我们愿意继续沟通 那这个部分 那刚刚我们的议员提到 我们愿意继续在这个部分 跟他们沟通 那三月二十的部分 市长在缓拆 那三月二十的部分 这个部分 我不清楚执行的部分 有三月二十的部分 市长的市长 要求他们先求 我让 我是认为 执行账缓要求 你的大家都先 我想你们先 我要求我们的 这个圆明会主委 先跟他们再沟通 那有沟通以后 那再请人拆除 谢谢 来来 看他用热情为 可以 可以 今天我们成庆之后 我们在市政总织 希望我们的市长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回应 可是呢 今天市长 并没有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只是扶容了我们 并没有实质的 告诉我们 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诉求 告诉市长了之后 我相信市长也听到了 也看到了我们的声音 这样的诉求 我相信 乡亲全省也都看到了 我相信市长 一定会放在心上 我们希望他在三月二十号 不要拆迁 让这个声音继续地发生到的 这个监察院 让所有的人来继续关心 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暂时来安定一下 他们的心情 不要因为三月二十号 然后大家人心